好了 大家好 我是一個人 今天從哪裡登場 從後面喔 大家今天非常的幸運喔 因為從後面登場的機率大概只有1%而已 他可能剛才在上面聽到我說 他會從旁邊出來喔 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私人登場的同事喔 所有的魚都湊上去了 誰吃到的第一口早餐呢 是大型的烘魚喔 這個大型的烘魚呢 身體是呈現咖啡色的 游泳的樣子像是什麼 像你們家的地毯在水裡面飄的感覺 好 這種烘魚它的名字叫做赤土烘 這是比較大型的烘魚 但是接下來有比較小型的烘魚過來了 他們貼在展翅缸上面 那它的頭中間呢 像是被手刀劈過一樣 那是凹了一個小 凹下去了 那這個頭型看起來像M字形一樣 這種烘魚它的名字叫做叉頭燕烘 那這種小型的叉頭燕烘 跟我們看到下方有一個 赤土烘跟燕烘 也蠻壓嘴燕烘 他們下面就跟著一整群的黃金灘 為什麼黃金灘 會去跟著這些大型的魚類呢 因為大型的魚類 他們一邊咀嚼東西的時候 食物碎屑會開始掉下來 那他們自己就不會去撿這些食物碎屑 可是對黃金灘來說呢 他就可以去撿這些食物碎屑 而且一口一個剛剛好 所以呢 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找到食物吃的 他們行動物碎屑